穿上粉色短板T恤 女孩们一字排开 卖力热物 迎来2023年终植赛季 乐天女孩也开训 当中懒懒连续三年担任队长 今年我们乐天女孩 号称史上最豪华的阵容 她已经升到32个人 希望每一年都可以越加越多 就是超越AKB48 还有曲艺菲菲担任新年度副队长 但懒懒说到的豪华阵容 除了一口气选进 亲民台湾新成员 这天全员齐聚外 还有新加入的洋奖 我今年23岁 我现在在航国 当我5年的Sherita 我的魅力是 灿烂的未想和荣誉 毕竟不久后 就要来台跟大家相见 李多慧拍影片 跟大家打招呼大秀中文 据了解未来她将台海两地飞来飞去 平均一个月来台湾一周 当周游几场比赛就会跳几场 大家也好奇学姐们 是否会因为她倍感压力 人气超高的铃香不会有压力 直言跟自己比就好 但可思李多会来台当天不在 兰兰则说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找好麻辣锅 要带她去吃了 对 因为是珍珠奶茶 也有 臭豆腐也可以 面对新朋友 当然要拿出热情好好款待 乐天女孩加入新成员全面备债 要继续应援之外 还要夺得愁明目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